今天我們非常難得請來丁維定 丁成人 但是他在台灣長大 因為他爸爸也是醫生 他在台灣武叔不到26年級 他既是醫生又是作家又是出版社老闆 馬來西亞人的時候其實是個非常有一點不容易談的概念 因為馬來西亞人其實編格來說並不是一個整體 所以比方說你活在海峽知名地 比方說我這個兵車在馬德加人 我們跟比方說你是半島人 所以馬來聯邦馬來蘇巴人 你對很多事情的認知其實可能不大一樣 你對歷史的認知 你對殖民的態度可能不大一樣 所以日本開始侵華了 所以發動大規國戰 所以從這個作為一個例子 提到今天都是 就是東南亞華人對於自己國家 或是說自身土地的 東南亞這塊土地的認同 非常受到中心 就是中國大陸 當然在現在等於包括中港台所發生的事情所影響 這個過程 1965跟1965之後 就是明顯的從無國級到有國級的過程 那興華對興華的定義跟馬華的模糊不同 因為馬華沒有人在官方去做定義 興華的定義是非常明確的 什麼是華人 什麼是華文 什麼是華文 那 楊國李顯龍也是強調說 現在國華人跟中國人是不一樣的 不能夠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祖先 台灣一號共同的祖先 就認為我們在所有的立場是一致 這個他自己講的 那華文非常慢慢的像英文一樣 從一個民族裡變成世界 過去了十年二十年來 我們可以看到可能五十年嗎 很多這些人的後代 慢慢的想要去抓回華文這個東西 重新的去學習華語 重新的去提起自己作為華人的身份 文化認同分開這個事情在台灣 還沒有夠被充分的討論 我認為根據馬華的經驗的話 我不認為文化認同 國家認同應該過度的畫上彈頭 作詞和故事